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信我 我们一定还会再相见的 在遥远的未来 那边的同学 站住 我的课是不欢迎迟到辙的 完了 这个迷糊鬼又睡过 不好意思啊 美丰教授 同学是昨夜帮助我做一个研究项目 往到太晚才迟到的 请您通融一下 苏 苏教授 既然苏教授特地来为您求情 好吧 下不为例 你就进来听话吧 各位同学听好了 要想通过学习成为一名真正的时装设计师 仅仅留于表面的 泛泛的阅读 观察和想象 是不会带来效果 你们必须去认真地体会生活 从每一个领域汲取营养 文学 哲学 音乐 以及生活中的一切 最后还要将这些体会与材料结合 将美与时尚呈现出来 一定要不断呈现 说直白一点就是 衣服一定要自己亲手做出来 而且要穿在自己身上 先让自己变得时尚起来 时尚起来 因此动手能力是很重要的 另外也要自己收集制作材料 当然 要穿得上好看的衣服 还得有一个好身材 不好好保持的是不行的呀 那边的那位同学 是不是最近不够自律 有点发胖了 什么 是说我吗 人家哪里胖了 总之 对自己不严格要求是不行的 好过分 居然说人家胖 我 我要去跑步减肥 同学 稍留一下 问你个问题 你怎么会和苏教授认识的呢 关系还可以 而且 今天早晨你们是一起过来学校的 莫非 你们已经 这样啊 那 那个 可不可以 把她的联系方式告诉我 小 小声点 作为回报 我会给你单独看小枣 教你一些制作时装的独家技术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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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创立自己的品牌 我很期待那天的到来 你在这里啊 跑什么步啊 我跟你说 我听到一个大消息 商业街那个搏击俱乐部你知道吧 听说里面有个超厉害的大帅哥 虽然是那里的教练 但是平时也不怎么容易见到 今天难得他在呢 我们去看看吧 快快快快 还可以顺路逛街哦 你在这里等一下哦 我去一趟洗手间 想传绑 谁 你是俱乐部的游客 真是对不起啊 我还以为是这群人的同伙 我叫骆晨飞 是这家俱乐部的教练 这群人是过来挑事的 喝他们的福 我们的会员刚才都走了一批了 魔法 我只是在运动方面有天赋 这像是魔法吗 而且 在表世界是不可以使用的魔法 你身上有火属性元素碎片对吧 刚才我就是感觉到这个 来及时说什么 你世界是物质 记得那个叫苏杭的人 也说过类似的话 我们是还不太清楚 算是认识吧 他以前来找过我 还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 不过 总之 你是很重要的人 对我们来说都是 我会保护你的 无论是在哪个世界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如果你需要去理世界冒险 就联系我 总会有你应付不来的情况 虽然我对魔法了解的不是很深 但我可是很强的哟 我会保护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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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